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是同学们在建模时常常会出现的问题 明明做的时候模型看着好好的 渲染出来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的模型面片做反了 在3D Max中模型是有正反之分的 如果面片反掉了 渲染时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模型的正反面呢? 这就需要发现的帮忙了 你需要为模型添加一个编辑发现修改器 然后你会看到模型长毛了 这些毛呢就是发现了 发现指的是定义面或顶点指向方向的向量 一个平面存在无限个发现量 在图形学领域里 发现决定着曲面和光源的浓淡处理 对于每个点光源位置 其亮度取决于曲面发现的方向 在模型上 有毛的那一面是正面 没有毛的那一边就是反面了 2. 发现的调节方法 常用发现正反面的调节方法呢 有两种 方法1. 选择多边形物体的发现 通过统一发现命令和反转发现命令进行调节 方法2. 在多边形面和元素模式下 使用反转命令调整发现 2. 平滑组 让模型表面圆滑起来 1. 平滑组原理 说完发现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张图片 这也是在3D Max中 常常会遇到错误的模型显示问题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是模型的平滑组不正确 平滑组视为对象的曲面或通道指定的树 如果两个面或面片共享一条边 并且共享同一个平滑组 它们将被渲染为平滑曲面 2. 平滑组的调节 两个方法解决问题 那该如何调节呢 这里为大家提供两种解决方法 方法一 在可编辑多编形中进行手动调整 第一步 在面的层级选择不需要平滑组的面 第二步 找到平滑组选项卡 为平滑组给一个组号就可以了 想要全部平滑 选择所有面 给它们编一个组 如果想要一边平滑一边不平滑 我们可以将一边的面给一个组一 另一边给不同的一个组二 如果模型中需要使用折线 可以用两组不同的编号 就这么简单 方法二 使用平滑修改器 让程序帮你搞定 第一步 为模型添加平滑修改器 第二步 自动平滑没开启时 模型没有平滑组 当勾选自动平滑后 适当调节预值 系统会根据模型面 在场景中的角度 自动计算平滑组 今天这节课为大家详细地讲解了 发现和平滑组的知识 不知道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还是有些地方不太理解 可以在课后打开软件 实际操作一下 只有不断的练习 才可以让你更好地掌握知识哦